你還個教師給我 你還個教師給我 教...教師 你還個教師給我 太后 我都不是想殺死她的 但是兩棍教鋒劍擊無眼 她死於雲戰之中 你如果不下命令討伐教師 她怎會死於雲戰之中 除了禍手就是你 太后 我身為一國之君 面對叛亂者不出兵制止 我現在就陷於混亂 這樣我就對不起宗廟裏的祖先 這麼沒辦法向全國神民交代 你可以制止叛亂 但是你不應該殺死我的教師 太后 我已經說過了 劍擊無眼 她死於雲戰之中 我真是無可奈何 無可奈何 無可奈何 就殺死我的教師 你如果不還教師給我 我怎麼都不會放過你 我都會死 太后 太后 放開我 讓我死 太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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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死不能復生 望太后 保重 我沒有了教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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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后 太后 公子教師是因為貿權叛亂 才死於戰亂之中 如果太后 為她這樣去死 我沒有了教師 縱容她刺殺大王 謀權散毀 我根本沒有縱容她這樣做 是她自己這樣做的 那太后 太后就沒有必要去到九泉之下 去陪伴一個我最有應得的人 皇后 但是 教師是我的兒子 我不能夠沒有了我的兒子 太后 公子教師已經死了 你的兒子還有大王 大王一定會好像對待自己母親 那樣對待你的 你說是不是大王 是 母親對我好像親生一樣 我對太后也要是親生母親一樣 我再 再也見不到我的教師 公子 公子 我對不起你 是我害死你 是我害你 不用哭了 人都死了 沒用 我不能保住公子 我沒用 我太沒用了 不是你沒用 是公子沒用 你怎麼會跟孫斌交流過很多次 最後一次就是中了孫斌的暗算 每個人都說無敵手 第一次跟孫斌交流 就落背逃跑 我們承認我們不是孫斌的對手 但是我們還在生 在生就可以報仇 說出來的說話就不要反悔 你聽著 我們魏士兄弟說的一禮一二二 絕對不會失信於人的 你相信我吧 你聽著你 好 我們一起回垂屋 招集士兵為公子報仇 我們又不欠公子 我們又為自己報仇 都一樣 走 你們的心情我理解 但是你們不能再輕舉妄動了 我的士兵聽過公子被殺 和恐不安 我擔心如果這樣拖下去 他們會離開我的 你先哄著他們 等龐元帥的大軍打勝仗回來 再和孫斌交流 龐元帥的大軍何時才回來 就快的了 西線傳來消息 華城軍正在撤退 龐元帥沒辦法再回來 最怕龐元帥大軍休整 不會立刻討罰孫斌 我現在就趕開大量 請龐元帥出兵 請龐元帥出兵 末將未能完成元帥的重託 有失元帥信任 請元帥输罪 公子交屍的死 我都聽說過了 這個不能怪你 也不能怪他 你們都不是孫斌的對手 本元帥處理無罪 坐 謝元帥 元帥 元帥 公子交屍的部下 急要為公子報仇 元帥可以借敗秦軍之衛 討罰齊國 打敗孫斌 這次和秦軍是惡戰 雖然獲勝 但是傷亡很大 軍隊必須休整一段時間 方可再戰 元帥的大軍休整之時 齊國的軍隊也要休整 等到齊國休整之後 再想打敗齊國這樣才難 我不會讓他們得到休整的 政官 你看看他是誰 公子交屍 沒可能的 你再認真看清一點 難道公子交屍沒有死 他死了 他死了 那他是誰 秦軍的徐君小利 因為他生得好像公子教師 所以我沒有殺他 元帥是打帥的 等他扮成公子教師和齊國作對 使齊國不得安寧 軍隊無暇休整 不能 他不能扮成公子教師 我的士兵知道他死了 你可以對你的士兵說 那是孫彬的謠言 他是為了想動搖軍心 我已經告訴我的士兵 公子已經死了 你可以解釋 你是害怕孫彬追殺公子 我害怕我的士兵不會相信 你帶賈公子潛入林姿 想辦法去見太后 叫太后給他一個真實的身份 好, 讓我嘗嘗 嗯 太后, 吃點東西吧 我不想吃 太后, 你再不吃魚 你的身體就... 教師不在這裡 我都沒什麼意思 我死了都沒所謂 太后 你來做什麼? 我來探望太后 你去看我 你去看我 死了沒有 是嗎? 太后, 長生不老 怎麼能夠說死呢? 哼, 長生不老 你去看我 你看我早點死了 是真的 太后, 還在生我 你是大王 我怎麼敢生大王 我身體不舒服 想休息一下 你, 出去吧 太后 大王還有什麼事? 公子教師已經下葬了 就在城東皇室墓地 太后如果想去看看 我願意奉陪 多謝大王 給我的兒子教師 一個安食置地 是嗎? 等下去也不太好 不如進宮去找太后 進宮容易暴露 如果讓孫君知道我們行蹤 事情就麻煩了 走吧, 高將軍 太陽也下山了 太后不會來了 再等一等 他來了 快點 魏叔 你已經看你了 放心 但你這件事我最拿手了 幫你吸引 我們死了 他在這兒呢 我快走 我快走 在這兒呢 太陽了 你不要叫我走,太后叫我,你叫我走 好,你想哭,放开你哭 太后,你叫他们走远一点,我想哭天又想哭地,他们在这儿阻碎 好,你们走开一点 是 我个叫你 太后,能不能我叫他们再退远一点,我有哭天又哭地,我还要祷奏那些杀害公子的人,我不想让他们听到 你的意思我明白,你们退去马车后面 太后一个人在这里,小人不放心 他是我的教师的朋友,有什么不放心,退远一点,拦开 好,想哭就哭,想骂就骂,哭吧 太后,刚才我是诈哭的 你说什么? 太后 太后,公子没死 什么,你在这儿乱说二十四 太后 太后 太后,她说真的 是什么? 悲仗拜见太后 高长君? 太后 公子没死,就在附近 你说的事是真的? 悲仗带你去看她 来,走 好 太后 太后,你看 你看 你看 好 母后 金刚 你 真是教师 不孝之以教师,拜见母后 兒子 我好 我好想念你 哎呀 母后我也是,想念你 哎,哎,哎 兒子,你的声音变得这么难听啊 哎呀,我死女逃生 念背流禮,风餐牢叔 就会有这样的声音 哎呀,真是要你受这么多,这么多好 太后 现在不是哭的时候 公子露着身边的危险力见你 是有要事相求的 兒子 快点说 你要我帮你做些什么? 母后 我想做齊国君王 为了皇位 你差点没命 还是不要做君王 人生在世 应该成败一番事业 不做君王 教师宁愿死 但你不是匹姜的对手 他有孙斌,田姬 还有很多军队 我可以借藉国的力量 打败匹姜 那你叫我怎么做? 我要母后下令 废除匹姜 立而为齐王 哎呀 儿子 你不是被他们激到傻了 我没有这个权力 废除匹姜 母后虽然没有这个权力 但母后有威信 只要母后 为我写一封 废除匹姜 立而为王的指令 我就可以以此为凭证 利用太后的威信 招兵买马 和匹姜分庭抗礼 最终逼匹姜 让出王位 但是 齐国 就会因为这样动荡不安 我不管国家动荡 我是逼于无奈的 匹姜随时想铲除我 我才夺他的胃 遲早 都会被他杀的了 好了 母后 帮你写 大家看一下 大家看一下 大家仔细看一下 这道指令 是太后亲不所书 上面有太后的大人 大家看清楚没有 看清楚 我们没看清楚 看不清楚 以后有时间看 公主现在已经是齐国大王了 现在我们向大王龟派发誓 我们对天发誓 我们对天发誓 永远忠于大王 永远忠于大王 为大王之命是从 为大王之命是从 书汤道火 死而无陷 书汤道火 死而无陷 书汤道火 死而无陷 神尊于大王 神尊于大王 慢点 走 今天的入城人不多 看看 走走走走 这是什么 不好 你说有奸细吗 看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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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臉很漂亮吗 我看你像艾国奸细 我就算是艾国奸细 你又怎么办 抓起来杀了他 他杀不了我 杀不了你们就杀我 放下他 要不然要你们死无葬身之地 我叫你们死无葬身之地 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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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孫先生 大皇命力足足進攻 什麼事? 馬鈴失手 快走 馬鈴送來急報 說公子交屍沒有死 現在他已經率領他的叛軍攻佔了馬鈴 並且馬鈴自稱軍王 很多徒弟的叛軍現在又重新回到他手下 大皇 田國將軍親眼所見 公子交屍已經死在士兵的亂擊之下 屍體入官之前 微臣又親自驗過屍 所以他不可能再生 會不會是莫名頂替? 對 極有可能 田將軍 宣軍師 不能讓這個賈公子在馬鈴繼續固惑人心 與拐人分靈抗禮 我命令你率領十萬軍隊奪換馬鈴 消滅半軍 剷除賈公子 糟糕 旁軍的目的是為了牽制我們 令我軍無法得到優整 我想這次馬鈴之行 不如興師動眾 我和田國將軍帶五萬人馬足以 大將軍可以留在林枝 優整軍隊 準備與旁軍大致 軍師 五萬人馬攻打馬鈴實在太少了 是 若強攻馬鈴五萬是少了些 但是半軍在烏合之中 只要揭穿賈公子 半軍就無心戀戰 攻克馬鈴易如反掌 如果旁軍率大軍增援馬鈴 如果旁軍率大軍增援馬鈴 師兄我五萬人馬就難以應付了 如果旁軍來增援 我會撤退 我不會用雞蛋來碰石頭 不過我還是希望旁軍增援馬鈴 這樣得不到優整的軍隊就不是我們了 師兄說得很有道理 好 就按師兄所言 出兵五萬 大王 軍師子去實在讓人擔心 即使旁軍不派大軍支援馬鈴 還有垂都掃賣魏軍 只要我不強攻馬鈴 垂都魏軍不會輕舉妄動 最擔心的就是魏是兄弟 他們有萬夫不當之勇 上次田將軍手下死傷的數百戰士 都未能夠抓到他們 他們會危及先生的性命 你說的都有道理 田將軍你說應該怎麼辦 還是派多些軍隊好 是 圍了幾個治下 派那麼多軍隊不值 而且起不到很大作用 薛先生 你怎樣對付魏是兄弟呢 大王 我知道怎樣對付魏是兄弟 是 皇后 皇后請說 大王 臣接除軍師同精 你 臣接足可以對付魏是兄弟 保護孫軍師 大王 大王 皇后說得很對 只有皇后才能對付魏是兄弟 皇后誰軍出征齊國都沒有先例 我可以扮成將軍或者衛是徐軍出征 大王 宣軍師對齊國很重要 你就等我去吧 大王 你們答應吧 皇后隨軍出征 皇后出征 軍師安然無恙 大王 蘇先生 你認為 皇后誰軍多有不妥 皇后 你們準備吧 朕明 朕明 你為什麼不同意鍾黎春隨你出征 鍾黎春隨軍可以解除你的後顧之憂 你可以全力指揮作戰 我不同意 只是為了要他去 為什麼 公宣要在大王面前說 我和鍾黎春有私情 如果我在大王面前贊同他去 就會令大王時上加援 鍾黎春反而難以成功 公宣已經死了這麼多天 那些無中生有的說話 早就不記得了 不是 是些事可以忘記 但這種事大王絕對不會忘記 何況我和鍾黎春 又並非是無中生 如果鍾黎春不能去 我必須大軍前往 否則我實在不放心 殺幾個刺客動用大軍 是不是有些太過 那你說這個怎麼辦 鍾黎春會舒服大王 如果他不能去 到時再說 好 大王 臣妾垂軍出征不僅是為了孫軍師 亦是為了我們的國家 垂軍出征有生命危險 拐人放心不下 我的劍術大王親眼目睹 我經常出入兩軍陣前 出身入死從來都沒傷過 大王不用擔心 尚在河邊走總有濕海事 萬一有個閃失那怎麼辦 陣接不會有閃失的 兩軍陣前劍擊無顏 你太自負了 我以為有閃失 今受大王任何的懲罰 皇后 你如此著急 你都亂說話了 如有閃失 皇后的命都沒有了 拐人還怎麼懲罰你 這就懲罰孫先生 懲罰田將軍 是因為他們 我才垂軍出征 這樣就行了吧 你出聲了大王 我還有一句說話 你不能夠去 你就是因為擔心我嗎 寡人 寡人 不別明說 你心知肚明 大王 是不是因為公孫縣 曾經滅滅過我和孫斌有私情 擔心我和孫斌出征之後 會舊情重逐 是不是這樣 知道中文 公孫玥是魏國的奸世 他是唯恐我們齊國不亂 他的說話 大王怎麼能夠信以為真 不但公孫玥 還有一個人 亦向華人說過這件事 說什麼 你和孫斌之事 那他肯和公孫也有同樣的目的 不是 這個人沒有惡意 他是為了你們好 他是誰 寡人答應過他 不把他的名字 告訴第三個人 那我懷疑這個人根本不存在 哼 難道你要寡人發誓 這個人不僅存在 還是你們的好朋友 孫先生 想什麼 沒事 過來坐 這麼晚了 還沒睡 睡不著 是不是還在想中彌春的事 田將軍都告訴你 你還要多帶軍隊去馬陵 大王不讓中彌春去 我不能夠多帶軍隊 齊國軍隊需要優景 你是不是還寄希望於中彌春 坐下 皇后, 你有什么事? 如果没事, 你就去睡吧 去吧, 皇后 你如果不走 拐人没办法睡的 拐人累了 臣妾今天不走 有话明早就说 你也累了 去睡吧 臣妾今晚陪大王上座 皇后, 你... 大王 臣妾跟你结为夫妻而来 还没和大王享受过夫妻的恩爱 臣妾今晚和大王 成为真正的夫妻 皇后, 你不是说 要等到齐国振兴之后才... 大王疏远奸令之徒 任用言辰良仗 折制美式饮宴 南智奋法逃强 齐国振兴之日可待 臣妾不用等了 拐人 拐人 早就想着这一天了 你呢 我这儿 得少了 看他 到最后 前面 安全 你这儿 有很多人 我 Maybe 有很多人 我不想着 你这是八王 別客氣, 姑娘第一次都是這樣 我不是為了你 你是因為... 寡人錯怪了你和孫先生是不是 如果寡人知道你是姑娘 寡人決不會 寡人, 我向你道歉 大夫, 以後我們不要再提這件事, 好嗎? 寡人, 不會再提 大夫, 睡吧, 我也累了 好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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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嗎 好嗎? 大王同意了 同意 你是怎麼說過大王的 大王 從今天開始 我已經是 真正的往後了 死死了 死死了 死 раб 死死死了 死死你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太后 请坐 听说你又要派军队去攻打马铃 太后 我正准备告诉你 听说 马铃有人冒充公子教师 闪动叛乱 自立为王 所以 你怎么知道公子教师是冒充的 这个不是明白的吗 公子教师已经死了 死人是不能复生的 公子教师冒死了 马铃的教师是真的 你不能复杀他 太后 我知道你为教师的死心里很难过 既恨于我 但是教师的确死了 教师没有死 他前段时间还来过林芝 我见过他 太后 你有没有看错 我自己的儿子怎么会看错呢 那我里面还有那个 一个生得很像教师的替身卫士 匹姜 你如果还把我当成是你的母后 你就不要为难教师更能杀他 否则 我就不放过你的 军师 谁党的艺军没有任何外面的迹象 明天按着预定的步骤 兵临马铃乘客 是 孙先生 大和有命 停止攻打马铃 大和说公子教师没有死就在马铃 不可能 我亲眼看到公子教师死在士兵的联机之下 他为什么会没死呢 大和说你们杀死的 是公子手下的一名 好像公子教师那样的替身为是 这些是谣言 这些话 大和听谁说的 太后 太后说前几天公子教师见过他 旁军夜照看似平庸的旗 有了太后 就见得高明 军师 我们应该怎么办 按预定步骤 兵临马铃乘客 军师 大和说千万不要攻城 攻城者死罪 兵临马铃乘客 未必就是攻城 军师 军师 三十六计中的第十四计 原意是指 已经死亡的东西 借用另一种形式得以复活 旁军用假公子教师代替死亡的真公子教师 令到齐国的伴亡势力死灰复燃 要知道孙斌如何平息齐国的伴亂 请看下集 《府邸抽身》 军师